我们将来的是我们的内在分修仪的一个安装 然后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仪器的时候 我们首先连接我们的一个电源线 电源线的话它在我们的一个仪器的左侧 它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电源的一个接口 然后接好了之后呢 现在的话这里 这里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连接我们的一个分修仪的一个胶管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一端 它这里有一个过滤器 然后把这个长的这一端的也连接到我们的仪器上 轻轻的摁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我们接的话是一对罩杯 那这里的话我们会有配送的是四条我们的一个胶管 然后这里的话它的一个 然后是对应的这两边 然后一边接一根就可以了 它是对称的 这两条我们这两条延伸的胶管呢 它是对应的 然后OK的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连接在我们的一个照片上 然后也是手分在里面 然后把它噴进去 然后同样这边也是一样的 装好 装好了之后呢 这里还有一条我们的一个和外观震动的线 然后连接在这个阶段 然后这边两端的话也是眼睛在我们这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结果的,然后装上来 好,装好之后呢,然后这里的话,它是我们的一个震动的,就是照片震动的一个开门 然后接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现在开机 开机的话,这边有先首先按一下我们这个总开关 然后再按一下我们这边开关,它就开始运作了 那这边的话,这里的话,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能量的调节大小 它这里有一个点,它对应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对应的是1 那它我们现在的能量调到了1 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这边,这个的话是吸,这边是放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有一个点,我们对应的是3 那现在我们的吸力的话是3 然后这边的话是放,然后我们调到1 一般的话我们都是3比1的一个比例 C是3,然后放1,这样子来调节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调空 这边是时间,可以调大,这边调小 然后,现在的话,这一对照片的话就开始正常运作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震动 现在呢,就开始运作了 如果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还是按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开关键 然后再按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总开关 然后再把它拔了